我自己来的 兄弟们大家好 我是扎琪 这是小我20岁的老婆媳妇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皮皮家的土地 这个土地总面积是有2500个平方 然后我打算在这里扶持他家 把今天的牧鼠种植起来 这就是我们要种植的东西 牧鼠 因为这个项目在这边 投资成本地 然后风险比较小 然后种植管理也比较简单 今天是老战狼 这是我的老战狼 我不比我老战狼大 老战狼比我大一点点 老战狼今天可能是没有经过赵母娘的允许 或者没跟她商量 就把拖拉机师傅给叫过来了 然后他们在没有沟通好的情况下 把这个地已经离起来了 但是可能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那个效果 所以他们现在正在沟通 可能是赵母娘觉得这个地如果是现在离城 就是现在收笼了 过几天要是下雨的话 这个笼等一下就会塌掉 等一下那牛又进来了 比比 这些二楼太太太太老吧 一千三百万 今天的汇率好像是3250大家算一下 一共是四十二亩的样子 花多少钱一亩 现在的油价也确实贵了一点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之前我是跟皮皮说 我投资帮他们把这个地种起来 然后收益全部归他们 但是后来我感觉有点不对 后来我就把这个方案给改了一下 今天也是跟皮皮商量一下 我说我负责 就是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里面出的所有费用都由我来出 但是到了明年一月份收获的时候 我要把一半的资金给留下来 用于明年继续种植 也是繁殖 对不对 老人嘛 跟我们中华想法不一样 我就怕他们到时候 有了收益之后 然后把这些钱全部花掉 到了明年又没有钱继续种植 老同学 你觉得这个项目会不会成功 只要他们勤快 那有一点希望 不勤快的话 那估计就到水漂了 就是要他们用心 我就怕他们从头来飞也不管 这么对你聊 明天就可以离开 破对你了 没错哦 破不破吧 我怕在我 caffeine 在这些时刻 有什么时候 一百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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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五十万 泰铢 泰铢 大家觉得贵吗 投赞机来了 可以可以 卖你卖你 皮皮 那个叫我 你怎么又是 哦 你不妈怪你们吧 皮皮是说对面那些香蕉林之前就是 这么娘家的土地 现在 住给了咱们这边的一个中国老乡在种植香蕉 这边土地其实是皮皮一个亲戚家的 这边是总装加起来有四个二亩左右 我们都能干嘛 我们都没有干嘛 我会给你 我还没有干嘛 我没有干嘛 你怎么 没有干嘛 没干嘛 有 你想不可以吗 对 不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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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是他们家住给了一个苗中 通过租给他们 然后收取一点租金 去年我也是提出了 我说为什么自己不种 那么好的土地 然后藏本年是说没有钱 因为种子这个牧树 有很多费用 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 耕地费用 还有种苗费用 农药 化肥 还有最大头的人工 所以我今年我就提出了 让他们自己把它种起来 然后我负责所有费用 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让藏本娘就是 让他们家 能够从这个土地中 获取一些收益 不用出去捞鱼摸虾 老丈人也不要冒风险 去摘摘蜂蜜 也希望他们年年都有收益 最后大家觉得 我这个方法可行不 评论区告诉我 我好 抓住 这一套 这个方法是 我好 因此 风险 我们